只要有中華軟網隊的比賽 看來上總是有許多穿著黃色背心 來自台灣的加油團 他們是軟式網球協會 其中有許多國手的家人 特地飛到韓國替小孩子加油打氣 儘管軟式網球在國際賽有不錯的成績 過去也被譽為是中華隊的金庫之一 不過和印網比較起來 資源跟曝光度都明顯不足 甚至願意一路苦練的球員也相當寶貴 這一切看在選手家長的眼裡相當不捨 個人覺得很幸運 有這個女兒 雖然這次不能表現得非常的突出 但是我很感動 謝謝 因為這次真的是很感動 女兒的表現 我不好意思 感動當然是感動 因為我超級喜歡看我兒子打球 真的 一路走來也是很辛苦 因為我第一次出國看到你啊 從小就這麼辛苦的看到忙到現在 我們做父母的沒辦法幫到她 她一直一直從小走到現在也很辛苦 很高興她能夠 能夠有當選國手的機會這次參加演員 我媽媽以張嘉欣為榮 張嘉欣加油 第一次出比賽就有拿一個銅牌 我希望她下一屆也是可以拿個銅牌 拿個獎盃回家 謝謝 她有一個非常永不放棄的信心 我們都一路走來都非常的支持她 希望柚子你越打越順越來越好 加油 姐姐你很厲害 已經很棒了 加油 加油 其實不只是網球 任何一種運動 甚至是生活上的大小事情 能夠擁有家人的支持 就是一股最堅定 最幸福的力量 軟往國手爸媽們的真情流露 讓殺氣疼疼的球長增聽了更多感人的篇章 以上是亞運採訪團在韓國人穿坐的採訪報導